那今天來快速的教學 自動統計數量 要使用哪一個函數 Tonix 那我們一樣在 數量下面這邊打他的函數 使用這個按確定 那這邊有輸入你的範圍嗎 你的範圍就是從2這邊 B2到下面 到底 那等於說我B2 直接到這邊 然後按絕對位置 按確定 那之後你的任意位置就說你要找的 名稱 那就是H2 這邊有H2那就按Enter 按確定 那這邊的話我再點選牛肉麵 那他這邊就可以計數了 那我一樣這邊往下拉 炸雞就出現一個 那我這邊一樣再給他一個烤肉飯 那這邊出現一個 那再給他一個水餃 就一個 牛肉麵 再加一個 等於說你可以快速的統計你的數量 這樣30秒就學會一個功能 那感謝各位收看